236 《中國經濟時報》 市場將情震蕩向上趨勢 2015年7月27日《財經評論04》將葉憲經過這一輪的深度調整 市場在未來尋找方向時將更加謹慎 市場開始偏好於確定性的投資機會 未來靠講故事 催邏輯和無息的公司將會逐漸被市場拋棄 一些邏輯通訊 也有業績支撐的股票將更受清雷 可以說股票以質論價的時代即將到來 將葉憲經歷六年陽後 上正中止於7月24日午後出現高位震盪 臨近尾盤出現跳水 失手4,100點 但4,000點關口基本笨實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日前也表示 從技術層面看 本輪股市震盪以近尾聲 對於這一觀點 市場人士普遍認同 震盪是因為流傳下來的牆內高槓桿資金會持續地降低槓桿 場外對於加槓桿資金的管制會更加嚴格 經過這一輪的深度調整 市場在未來尋找方向時將更加謹慎 均衡配置的結果可能造成張幅較大的板塊 或者股存在一定壓力 趨勢向上市因為牛市基礎未變 牛市的邏輯未變 不管是政府市 還是資金市 上漲的力量還在 並且會持續較長時間 據此 招商體育文化休閒基金以任基金經理王總認為 隨著流動性危機的解除 本輪股市的震盪已經基本結束 未來市場的趨勢將是震盪向上 招商基金全球量化投資部副總監黃平也表示 市場在二季度抹衝上高點之後開始了斷崖式下跌 經過短期快速下跌後市場人氣換散 預計市場在2015年三季度可能會先低位震盪調整來消化前期的深幅調整 但在三季度中後期 市場在充分調整之後有可能走出一波上漲行程 這主要是持續性的流動性寬鬆和國家改革主導推動的上漲行程 由於創業版的高估值以及本次的風險教育 市場的配置結構可能會向均衡轉變 藍籌股的配置價值開始凸顯 同時 國企改革等符合國家轉型意志的主題性投資機會也愈發明確 對於具震後的投資取向 不者贊同王總的觀點 他認為 市場開始偏好於確定性的投資機會 未來靠講故事 趨邏輯和無式的公司將會逐漸被市場拋棄 一些邏輯通訊 也有業績支撐的股票將更受清雷 可以說股票以質論價的時代即將到來 體育 文化 優閒是中產階級消費升級後的必然選擇 行業未來發展前景廣闊 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 當人均達到3,000美元的時候 人們的消費結構開始出現明顯變化 精神文化需求越來越迫遲 文化消費支付能力越發強勁 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來看 近年來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教育文化 娛樂服務支出增長率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 吻合這一發展規律 目前這些行業剛剛興起 加上政策扶植 相關公司大有可為 另外 相對寬鬆的競爭環境 廣闊的競爭領域 相對均衡的競爭實力 能夠保證相關公司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持續地獲得發展 而這些行業今年以來雖然有了一些帳幅 但從前景內看遠沒有結束 大部分指行業目前還是處在最佳的投資時點 其間的投資機會還有很多 工業4的發展機遇不可限量 農銀匯理工業4以任基金經理顏偉彭則 看好工業4戰略實施所帶來的投資機會 他預計近期仍然會以震盪為主 就將地震之後會有預震 但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 精選各股將市獲取市場超額收益的主要手段 顏偉彭將工業4概念概括為 互聯網在工業領域的普及 包括硬件智能化、硬件軟件化、硬件互聯網化 對工業企業而言 會產生很多硬件、軟件和基於 互聯網和硬件結合的發展機會 他認為 工業4會級工業生產帶來許多前所未有的變化 能夠使工業生產更加智能化 使生產數據沉澱下來 不僅可以用於評估企業健康程度 確定是否可以貸款以及貸款的額度 還可以用於檢測工業的生產情況 工業產出和庫存 是國家的生產數字化 軍工板塊也是一個值得看好的方向 WIND數據顯示 截至7月22日 新曼國防軍工指數至7月9日 A股反彈以來漲幅達63.09% 在新曼28個一級行業分類指數中排名第一 受益於此 以軍工板塊為跟蹤標的的基金領像 對於近期軍工板塊的強勢行程 專業人士分析 6月軍工板塊充分調整 為下一輪軍工板塊的上將預留了空間 而軍工在歷次大盤反彈中軍程現領先特徵 9月3日大閱兵是該板塊的重大事件 其大動作讓會提前反應 此外 軍民融合政策走向深化 國防工業2025規劃編制 低空開放視點擴大等事件性刺激在未來會陸續推出 當前 我國軍事外交政策的重心 正逐步由韜光養富向積極應對轉變 在國際地位顯著上升 經濟實力不斷增強 海外利益逐年增加 安全軍事壓力維持較大的背景下 新萬寧信基金公司預期上述轉變將驅動未來軍費投入穩健增長 相關上市公司收入 盈利有望穩健提升 對於下半年 新萬寧信認為 支撐軍工行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有 一是國防軍費提高 軍工裝備加速升級 二是軍民融合廣泛開展 三是國企改革推動優質軍工資產證券化 其中軍民融合發展 指武器裝備科研體系 人才培養 保障體系 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營企業等綜合發展 包括民參軍和軍轉民 具體內看 下階段民營企業進入武器裝備科研體系的進程 將逐步加快、電子、軟件和通訊類公司有望受益 並有望降低武器裝備等的研製成本和技術水平提升 責任編輯、獎稅 剪辱 前景 其も 現在 前景